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请放张 我们感令篇每一句 每一天都可以对照我们 现前生活当中接触的这个人事物 我们念的有一句怨天游人 这一句在文语孔子也讲了 孔子他的修养已经到了不怨天不游人 怨天游人主要是说我们自己本身遇到生活上不如意的事情 这个不如意识的事情我们俗话常讲 人生不如意的事情十有八九 就是大概有十串事情八九件不如我们的意识 也就是不满我们的愿 我们遭遇到很多挫折灾难等等的这些不如意的事情 不如意的事情很多方面 那么一套这个事情能够去面对这个不如意的事情 能够做到不怨天不游人 这个不会去怪天 这个我们一般人没有圣贤这个功夫的修养 遇到不如意的事情 就骂天骂地了 怪老天无言 我做了这么多好事怎么还这样 像那个一敬一公一照神祭 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 那么游人就是怪人 自己灾到疾病贫穷苦苦灾难等等的 都是怪人 怪这个也怪那一个 从来没有反省自己 总是怪别人 甚至连祖宗都怪了 都怪祖宗了 过去我也跟大家讲 我年轻的时候大概十四五岁 我母亲在万华卖菜 我们去租房子 那个矮矮的房子 很小 一个房间就住一家了 用那个木板订的 那么我们隔壁这家都住在同一个小房子 不同的房间 有必要他卖肉包子 我们只要卖菜 那个卖肉包子的信基督教 那我们信佛教 那我就问他 有一天我就问那个卖肉包子 我说你为什么要信基督教 我说信基督教不拜祖先 他说我们家穷到这个样子 我要去卖肉包子 都是祖先的问题 因为拜那个祖先 所以我才这么穷 所以祖先也没有保佑我花财 我还是这么穷 所以刚才就不拜了 那个时候把祖宗牌位拿去教堂烧掉 你去洗礼 然后可以换一袋面粉 所以以前小时候我父母常讲 那个叫面粉教 祖宗牌位换一袋面粉 这个从小我父母就教我们 我们做人不可以妄本 不可以背叛祖宗 你灵验饿死都不可以这么做 但是他信的基督教好像还是穷 好像祖宗把他烧掉了 也没有变得很富有 所以这个怨天游人 不但有的怨到祖宗去 那可见得我们人遇到不如意的事情 不怨天不游人很难 所以今天我看了报纸 就有一对好像英国籍的夫妻 这个现在在因为有好像要简历 居家隔离 那么这个他就很埋怨 好像我们这边政府安排了 他觉得不理想不好 这个报纸我刚刚看了 埋怨 这觉得好像劳逸一样 这个 那么这个心情当然不好 我们可以理解 从这个地方我们就可以知道 做到不怨天不游人真的不容易 如果事情我们碰到了 可能我们也会怨天如人 所以这个都是要从学习这个佛菩萨经典 圣贤的经典 要深入 要免礼 这个 理明白了心才安 理明心安 如果不明道理 遇到这些不如意的遭遇 他也莫名其妙 他也不晓得为什么 为什么我会这种遭遇 那别人为什么不会 所以他就怨天如人 怪天怪地怪人 甚至祖宗都怪上去了 所以我们学习经典的重要 特别是佛经还有感应篇都讲英国 这个都有前因后 那这个英国啊 我们过去是造不善业这身的果报啊 那这个不好的果报当然大家都不愿意 但是不愿意是自己制造出来的 自己造的 因得到的果 谁也没办法代替 都要自己去承受 去面对 所以这个怪别人也没有用 只有反省自己 忏悔改过 业障效果 那这个问题啊 才解决 因此我们学习这个经典就非常重要 总是要明理了 昨天我们大家学习了一天的情书制药 相信啊 我们每一次欣喜啊 都会有所收获 理越明白啊 我们心就会越平了 才能心平气和 一道逆境啊 逆来顺受 才能做到不怨天不由人 那反过来啊 我们如果怨天流人啊 不但一事无补 而且又增加罪业了 又增加罪业了 所以这个概念评讲啊 怨天流人啊 施过之神要记过的 所以不但啊 对于消业障 解决问题没有帮助 反而让问题更麻烦 夜障更重 这个都是我们学习的地方 那么我们总是记住一个原则 顺境逆境都是自己造的 三阴二阴所得到的一个结果 那么我们要得到三阴 我们就要断恶修斩 不想得到恶果 就必须把这个恶阴断除 所以 任连经佛也讲 菩萨为阴尊神为果 菩萨造阴很谨慎 但是果报现前啊 菩萨他不逃避 他面对 他坦然啊 去接受 菩萨呢 果现前他不怕 他怕造阴 众生是反过来啊 众生 畏果不畏阴啊 果报现前很害怕 那造阴的时候呢 他不怕 那比如说这些传染病啊 这些病啊 那第一个因素 就是杀神来的 那地藏菩萨本念经 给我们讲的很详细 杀神得多病 短命的果报 意外灾难 第一个因素 杀神 那现在呢 众生造杀神的业 你欠他不要杀神 这个果报 他不相信 他不怕 那些果报现前都怕了 那菩萨呢 是反过来 这个 佛告诉我们啊 这个菩萨呢 他表演给我们看 佛说不可以杀神 那菩萨呢 不敢造这个因了 未因了 那众生呢 不怕 但果报现前他怕了 菩萨呢 造阴他很谨慎 但是过去是造的 那过去是造的恶因 果报现前 菩萨不怕 他知道 这过去造的不善灵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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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再还完完就 就好了 啊 啊 所以 菩萨 菩萨未因啊 众神未果 啊 这是经典上讲的 啊 所以我们必须要明理 啊 明白 来伦理道德 因果交易 这些道理 一深入 我们也能心平气和 那么遇到啊 种种不如意的事情 我们 才能够 这个 不应天 啊 不由来 啊 那我们这个 啊 厨房这个秀奉啊 他这一点他也做得还不错 你看他先生 住医院 他儿子也重病 他呢 每一天他来我们这里煮饭 晚上还要去医院看他先生 那每一天都从医院过来 那先生最近又病很严重要开刀 啊 啊 然后他的儿子又等着要进医院 啊 啊 但是 啊 他也蛮坦然的啊 那这一点我也很佩服他 他还很很坚强啊 啊 来面对啊 他也知道啊 过去啊欠他们的债 债还晚就好了 啊 这一点呢 也值得我们跟他肯定啊 好 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祝大家福贵增长平安吉祥 阿弥陀佛 小节目 cho穆 中文字幕 李宗盛